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偉 我們今天來到富岡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企劃 帶大家認識 深度了解一下富岡 那因為最近富岡有一個節 鐵道藝術節 鐵道藝術節 對 這是我們的負責人 今天的負責人 他叫博順 大家好 我是博順 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鐵道藝術節 鐵道藝術節其實是 因為早期富岡其實是 以鐵道才發展起來一個小鎮 所以我想要恢復以前 富岡人的一個光榮感 富岡是因為有鐵道才興起的 對 有鐵道才興起 所以最近沒落了 對 最近沒落了 對 可以這樣子 你會不會打得太快了 想要藉由這個藝術節 再喚起大家對富岡的一些回憶 對 光榮感 那我們這個鐵道藝術節有什麼活動 鐵道藝術節除了政府辦 他們一些採接活動 我們自己在我們的負負想像桿 我們辦一個在地人物的展覽 在地人物 對 講到重點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來的目的 主要有在地職人 所以在地職人的部分 就是在這邊在地的老師傅 對 老師傅們 像阿魯阿伯 他是做什麼 他做的客家主工藝 他做主工藝 他從13歲就開始做了 開始學了 從13歲就開始做 對 他快90歲了 然後還有一個鐵道員 對 一個老戰員 經過70幾年都到現在 所以他很會開車 他很會指揮 他很會指揮 然後還有一個在地老店 特地老店 然後我們這次選了我們的 檸檬冰站 他是早期富岡第一間賣山出奶茶的 然後我們的新鷹小吃 從日本時代就到現在 日本時代做到現在 日本時代做到現在 很難相信吧 還沒倒 還沒倒 所以他一定是特別好吃 要不然就是家裡特別有錢 等一下幫大家鑑定一下 是特別好吃 還特別有錢 好 我們最後一個就是 外地 外地返鄉 對 返鄉或流鄉 一個是做我們現在主眼鏡 的 非主眼鏡的老闆 很會主眼鏡 對 竹子的眼鏡 對 哦 竹竹子的眼鏡 還有一位是 我們的 金美豆花 哦 豆花店 他是流鄉第二代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介紹第一個 戴阿魯阿伯的 竹工藝 對 好不好 走 好 要去做什麼 做椅子 邊做的 不邊做 還邊攏共發嗎 做什麼做 做一球的 七十兩年 七十兩年 這樣不會切到自己 不用穿鞋子 沒有啊 就是這樣做 所以現在腳是很耐的狀況 被切到也不會受傷 是不是 那一天可以做幾張椅子 那大小張啊 那小的就是 那個是最小的 對 哦 最小的就是這個 差不多 這個就是最小的 這個要做多久 T80塊 哦 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做好 對 欸 東竹捏 怎麼都東竹捏 賣三百萬元 要一張賣三百 對 按便宜哦 對 對 用便宜了啦 這樣做不到 怎麼會用一球 永遠用幾千年 有沒有 要他省以後嗎 沒錯啦 我們先上去 退休啦 哦 退休了 不錯啦 好 欸 這樣很可惜耶 五漢 80多人 差不多到90了啦 對啊 要做到10了 就沒有 很可惜啦 沒有辦法坐到你坐的椅子 那有沒有傳承給下一代 沒有 沒有 你沒辦法 夠活啦 嗯 所以不會賺錢對不對 怎麼會不會賺錢 你看 你一個賣三百 對不對 對啊 是啊 你一天如果做一百個 要一步半小時的時候 怎麼會有做一百塊 講飯你回不到不行啦 一天做一百個 這樣就三萬塊耶 一天賺三萬 對不對 對啊 一個月三十天 賺多少 講飯不如不說八道 現在還有人訂這個椅子嗎 就沒有做啦 怎麼訂喔 喔對喔 剛說沒有做了 阿伯要生氣了 不要再惹阿伯生氣了 阿公你思路都很清楚耶 阿公 那你當初學這個學多久啊 現在好幾年 這個椅子太乾了 椅子太乾不好做 所以是剛採下來的比較好做對不對 我家後面超多椅子耶 貴族嗎 貴族啊 你住哪裡啊 我住頭笨 三萬啦 對對對 頭笨椅子也買過啊 頭笨椅子你也買過 頭笨椅子是特別好 我沒有 沒有 我頭笨了 你最少要收一下 頭笨椅子好嗎 欸師傅 師傅 你這樣不會聊天 師傅 啊師傅 有沒有人來這邊跟你學這個手藝 欸對 如果我想學的話 你願意教我嗎 不教啦 不教嗎 你不覺得我特別有天分嗎 欸師傅 那你做的時候啊 你會想說 可以放一點音樂嗎 都不用 這樣會不會有點乾 比今天的竹子還乾 師傅平常喜歡聽什麼歌 我聽了歌你不會唱 欸不一定喔 你選一首 對我客家歌也是很厲害 客家才啥 你聽就聽不懂 三歌 我知道 喔師傅你先衝一支好嗎 好啊 好你衝一支 三個啦 就衝好下去 就很好啦 堂了 欸你懂不會衝耶 你怎麼那麼厲害 欸師傅如果有年輕人想要跟你學這個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 不好賺的沒有用 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現在要賺兜錢才會 所以當初是從 父親的這個 命令說到鐵路級上班了 又進來鐵路級服務 一轉眼呢 四十個年頭啦 在檢測這個工作 我覺得富剛的理課 真的很熱情 早晚他都會說 欸早安啊 怎麼樣 謝謝你啊 跟我們說謝謝啊 都會跟你打招呼 對 因為幾乎都是通勤的 族群跟學生比較多啦 之前在竹女讀高中 現在都已經成家立業了 前幾天還帶著小孩子回來 阿伯啊你怎麼還沒退休啊 畢大哥都特別注意竹女了 這幾個例子 剛好那是竹女的這個協助 剛好而已啦 是的 富剛站貨運 我們的貨運量非常的大 各位可以看那邊 那邊叫做 路過散張車 散張的車輛 我們上個月的貨運噸數是高達 一萬九千七百多噸 多多利用我們台鐵啦 我們安全舒適 迅速平穩 這都是我們要做到的 真的是台鐵廣告 哈哈哈哈 哎好可惜哦 這個拆掉了你看 這個 哎呦這個我你看 以前油漆的時候 幫你哦 維護站房 哦 就你看就你看 哇塞 當然是我 不好意思 你看那時候的身材 哎呦 哎呦 跟現在一樣啊 跟一樣 一樣算 胸部有長毛啊 可以 啊 現在還有嗎 看一下看一下 磨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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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在地青年返鄉的眼鏡行 你看這個眼鏡行古色古香的 很難想像這是一個眼鏡行耶 比較像是老麵店 我覺得他就像眼鏡行 好比較像老麵店 對 但是他其實是個眼鏡行 夠特別吧 說不定他是老麵店啊 這家眼鏡行 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家眼鏡行 最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這家眼鏡行最厲害的地方就是沒有老闆 沒有老闆的眼鏡行 隨便你拿 你想要什麼就拿什麼 哎太厲害了吧 他是眼鏡行耶 可是目前為止我目光所及之處 完全沒有看到眼鏡耶 這個是 藥店的介紹 然後介紹大家四神湯當歸湯 顧眼菊花影 然後這個很明顯就是茶具 超漂亮的耶 超漂亮的耶 我們家的電視以前就是那一種 櫥櫃型的電視 有沒有看到 裡面可以進去啊 可以進去嗎 對對 這個電話也很酷啊 有來負當的話 建議大家一定要來這間眼鏡 這間眼鏡好漂亮喔 所以眼鏡在二樓對不對 對二樓 欸太淡了吧 好好用竹子做的 欸好漂亮喔 那我們要了解一下就是 那我們當地人有沒有支持我們在地的文化 你的眼鏡是竹子的嗎 不是 不是耶 欸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有種一副一萬多塊 這一副一萬多塊 竹框而已喔 還不換前面的競品 手工 真的假的啦 真的假的啦 欸欸欸 中框就一萬多塊 真的假的 對啊一萬多塊 真的喔 對 哇塞 快兩萬了 對啊 哇塞 跟阿公一樣是貴族啦 哇跟阿公一樣是貴族貴族 對啊 這樣一萬多塊合理啦 合理啊 合理啊合理啊 對啊 合理啊 然後再組組回來 欸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這邊白的眼鏡也太少了吧 欸 嗯 欸 欸 欸 對啊 他從 他從這一個慢慢切 切到那麼小一個 對啊 所以他一根 一根就只會切出這樣一隻 對 喔我知道因為纖維的關係對不對 有些一切會崩 對 他就挑裡面纖維最堅硬的部分 老闆你是特地回來家鄉開這個店嗎 欸一個機緣啦 那我堂弟之年去年有 他們有參加這個老屋 擦早工 然後又舉辦了地方創生協會 那結果創辦人就問 問說 欸 有沒有認識在地的職人 然後我堂弟說 有啊 我堂哥在做眼鏡 手工眼鏡 我說要不要來老屋 入住 然後看一下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離我家也蠻近的 大概不到5公里 喔所以主要是離家近吧 也很近 對 那就來 毅然決然加入這一個 手工眼這樣子 也是看到他們說 讓地方創生 讓年輕人回鄉 那我就問他 你讓他們回來幹嘛 欸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 真的是問到一個重點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讓他們回來 反而沒事 那你 對得起他們回來嗎 對 那他那時候 我們也正在想辦法 拿一些計畫 做一些地方創生的事情 那我們也想在地 也發現這邊 附近有很多的職人 有很多人的工藝 正在流失 都因為這附近 住的都還是老一家 對 所以是很生活的老街 跟一般的老街不同 對 所以我喜歡這個氛圍 後來我說 那回來 那回來 到我現在弄好 已經過半年流了 把我們這邊慢慢的弄起來 成為未來 讓年輕人可以回來 真的有事情做的地方 要讓大家有一個動力 對 肯回來 不然其實回來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是 首先 首先 更重要的是 讓年輕人知道 這邊有個點 你可以來討論 你可以來這邊 交朋友 或來發揮你的 說唱 說唱 對 也許我們一開始 不能給你什麼工作 有錢的 因為這真的很現實 你按個暫停鍵 給自己 然後回個家鄉 看個父母 然後看一下 也是個方法 大家可以先回家鄉 了解一下 家鄉有什麼故事 什麼人 正在消失什麼東西 原來那家店要關了 那家店也要關了 沒有人要學這個東西了 怎麼辦 那時候都是太慢 對 也許你是很年輕 too young 但你不知道too late 有時候會變成 你已經知道的時候 就太慢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這個地方 能先建立 我們不會說先建立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或什麼 先讓一個人 可以回來這邊 年輕人 來這邊 我想對什麼議題來說 這是我們的最初衷 我們這家店開多久了 我們這家店喔 九十年到現在 九十年到現在 九十年到現在現在很久了耶 對 所以你剛說我們東西都是你自己手工做的喔 對 沒錯 那是不是那個啊 就是每天都要很早起那些東西啊 欸 也 也還好耶 綠豆和大豆是我們自己 自己煮的啦 因為老闆這個配色啊 也有一點酒 你會帶女生來喝這個還挺挺挺的 講到重點 是不是 對 是不是很多群女過來 應該是 學生啦 學生啦 不是群女的來 喝完之後都變群女了 學生 這顏色弄得好漂亮 對 有夏天的感覺 真的 嗯 那妳先講 妳們幫我拿在手上 好 看我一看 很好喔 好 然後我先幫我把那兩罐都喝掉 哈哈哈哈 沒辦法 沒辦法是不是 欸那妳覺得妳們這邊最招牌的口味是什麼 綠豆沙 綠豆沙 對 再來就是三色 女生都喜歡喝酸的啦 酸梅跟烏梅 沒有辦法喝就 你也沒辦法喝 你也沒辦法喝 早期路邊攤的時候的生材工具 戴阿公 戴阿公 就是 早上我們拍那個戴阿公做的 對 就是他 哇 出自他的手 然後這個這個妳用多久了 三十年有 三十年有了 對三十幾年有了 還這麼 還這麼堅固 對 阿公 以前的手藝不是蓋的喔 對 為什麼要搶到以前 為什麼一直搶到以前 我今天只要看到他好像有點抖 沒有啦 他的手藝也很棒 阿公不是隨便這樣講 這真的很好 真的很耐用 真的很耐用 阿公的手藝很好 對啊 要不然你手藝更好 是嗎 對啊 因為你用他做 然後開了一間店這樣子 對對對 哇 太厲害了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就是 以前假如跟現在也差很多 沒有 也還好 也還好啦 對 就是正式稍微調整 對啊 還好啦 這經典有稍微調一下 而且真材實料啦 真材實料啦 我覺得有來富剛跟朋友 一定要來跟我們老闆娘這邊 這家店叫做 琳虹冰站 在那個富剛火車站執行 對 尤其旁邊 對 左轉這邊就開得到我們這家店 對對對 非常近 這都是用原子筆 原子筆的手衛品 而且很會配色耶 我剛剛就有發現老闆娘很會配色 他那個冰沙裝的顏色跟那個 層層疊起來 就是有一種漸層色的感覺 逗學問的 嗯 現在看到他的畫 真的確定他很會配色 是啊 那那個 那都是我拍的 老闆娘是攝影師 那你拍的 對 攝影師 用手機拍的 你用手機拍的 那你用手機拍的 對 我們節目就到這裡了 對啦 大家不要來吃啦 這老闆娘很囂張啦 又會畫畫 又會拍照 又會打冰沙 你的構圖很棒 謝謝 因為天空是主題嘛 占整個畫面大概三分之二 然後三分之一是這個水瓶面 而且你的水瓶線都抓得很穩 大家看這水瓶線都抓得很穩 這完全不像是沒有學過攝影師拍的 這樣子嗎 你是不是有買我們道指老師的 線上攝影課程 沒有 沒有 不要偷偷 不要是不是 對 對 你知道很多年輕人啊 都會覺得說 這些 呃 就是在自己家接夜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對 對 你怎麼會想說要回來接這個 對 呃 一方面我喜歡 我喜歡老東西啊 因為我們家做的比較久 大概快30年 做 好東西應該要傳承 好吃的東西應該要傳承下去 對 因為我們都是用冰沙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明顯 哦 對啊 而且你給人家的感覺跟豆花店 完全不搭欸 呵呵呵 對 你給人家的感覺好像是經營夜店的感覺 比較不一樣 對 因為現在人都不要吃沒那麼甜 所以我們以前 因為以前做的時候 幫他做的時候 老一輩他們就做得比較甜 對 那我們後來之後我們把它改良 就是把它剪 糖度的減少 比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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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針對現代的 但是我們也不加防腐劑啊 觸化器等等 純天藍的 對我們都是用 平常一般的黑糖或沙糖 對 所以我們比較沒有加糖 對 哦 那他會舉例一下 像哪些店有加糖 聽的 講出來 這我不曉得 哈哈 那我們剛剛有注意到像你的logo有沒有 對 感覺還蠻新潮的 這個logo它的 其實這個名字由來是因為 媽媽各一個 然後名字裡面各一個 對 然後景是爸爸的 也是媽媽的 很有意義耶 對 因為以前早些時候我們是沒有名字 就是百入編台 所以名字等於是你取的吧 對 那logo的感覺也是你設計的 呃 對 很文清風耶 講說老東西 跟一些新東西 剛剛都被捷額 不斷新鮮的花衣服 都有很重的新鮮 哇塞 我剛吃第一口 我就發現它有一個 我一定要很稱讚的地方 是花生 我要最愛稱讚的地方 是花生 為什麼呢 吃很多冰店跟豆花店 它的這個軟花生啊 是完全沒有嚼勁的 可是這一間景美豆花的話 它還是有點小脆 你知道嗎 它並沒有醃製到很軟 其實我 一般在吃那個冰的時候 我喜歡叫硬花生 因為我覺得冰要配那個口感 所以它這個軟花生 一樣很有口感 但是又很入味 太神了吧 它的豆花綿密感也很夠 而且它豆花有點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點脆感 對 你怎麼知道 你剛剛有吃 有點Q 我剛剛拉起來的時候 噢你剛剛看到就是 對對對 它有點彈近 怎麼說 因為很多豆花它就是完全綿 對完全綿的 可是你沒有任何口感性 就是舌頭玉米舌水這樣 它可能比較接 就是有點微微接近豆腐 你說的很好耶 你根本沒吃 你怎麼說的這麼好啊 講得一嘴好 講得一嘴好美 你要不要吃吃看啊 你根本沒吃你講成這樣 我看你的表情 我就可以幫你翻譯了 講得好像都知道一樣 沒有錯 它的豆花像豆腐一樣 是有彈性的 然後它的花生呢 是脆的 你很想 你應該很難想像 熬煮的花生 居然有脆度吧 它半刀 然後依舊傳承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都不喜歡吃太甜的 剛剛老闆也說 它的改良就是 它的糖都先減一半 這個甜度也非常好 就是 我以後開車經過啊 可能會買一杯西米露 真的假的啦 你沒有喝到對不對 來來來來 我不給你喝 我不要給你喝 誰還有我 我跟你講 我要拿豆花給他換西米露 我們粉茶都用醬 喔 粉茶就是這樣 粉茶就是這樣 我剛剛聽得到說 我們這邊最有吃粉 醬絲粉茶 是有一點脆的感覺 對 因為很香 很好香 我們客家菜一定要用那種大鍋炒 對 才好吃 鍋氣才會出來 對 對 然後我們這個已經擺麵了 所以所有吃過第一次的人 都吃過第一次的人 然後真的沒有吃到 真的 好香 這是公布菜 它要超久的時間的經歷 要跟你學一段時間這樣子 對 這是經驗菜 它不是我沒有秘方 看不到的工作太多 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傳統記憶 客家菜這件事情 對 真的很好吃 其實我蠻多的客人的故事 蠻多的 所以蠻蠻不捨 我本來去年今年都不想做 但是因為客人太多的 因為我們的常客太多 一定很捨不得 長期的來吃都吃了好幾年 對啊 我就是手藝菜的 你說價錢很便宜也沒有 那你如果說 他們說 哇這個是一流的味道 你大士的學生 你講話 不可能就不像大士的 好溫柔 唉呀 是不是 對 真的 我們 真的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就是 也謝謝老闆娘 我們今天這個心意小吃 很可惜沒有辦法品嘗到味道 因為今天是公休日 好啦我們今天就是在這個 富剛這個地方 然後為大家介紹一些 富剛這邊在地的商家 然後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經過富剛 可以過來走走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跟我們一樣 我們沒有來過富剛 然後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 從來沒有來過 因為運氣很好 因為我們剛好接到 就是在地這邊的一些 就是案子的邀請 然後幫這邊的一些店家 拍攝一些照片 然後 如果你的家鄉也有類似的需求的話 說不定也可以照照 如果大家有進去來富剛走走的話呢 今天有很多家店 我覺得東西都很瘦 很棒 可以都去逛逛 真的很棒 除了那個竹子椅子 應該是沒有辦法買之外 喔那很可惜 而且你最喜歡那種東西耶 你可以去慫恿一下那個老闆 那個老闆君不起雞啦 嘿嘿嘿 你就說你是不是做不出來啊 他就馬上做給你 他就馬上做給你看 那其他的氣氛紊推 然後那個綠豆沙 也不錯 下次再見 好 掰掰